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可能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 其实每天视频拍多了,最近都有点迷茫 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情,什么样的语言 来表达我杂七杂八的心情 生活的琐碎,一肚子的委屈说不出来 说出来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些年以来,真的是观观难过,观观过 夜夜难熬,夜夜熬 还好,人生中有生生不息的希望和不提而喻的温暖 让我遇到一些可爱的人物,善良的人物 他们优秀,却不带优越感 他们明亮,却也不刺眼 他们自信,又懂得收敛 让你在仰慕的同声,也给你希望 还有最最最重要的我的家人 今天天气很好,妹妹陪我出来 晒晒步,晒晒太阳,吹吹风 一切似乎又那么美好 又感觉像什么一样都没有发生 万物大地,又好像给了女生的希望 所以一点下午,除了外面晒晒太阳 挺好的,我感觉心情一下就好了很多 好了,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